Patrick是一名中小企的老板 年近半百的他不单止事业有成 还有美满的家庭 现时,面对香港三个主要致命疾病 癌症、心脏病、中风患者数字的增加 本港医疗开支的升幅 以及因医疗事故而引致的费用引起关注 人到中年的Patrick认为 累积得来的储蓄也要有所增长 为应付因医疗成本不断上涨 而引致的未来开支而有所预备 另外,还要准备将财富和保障传承给治外 为此,他在45岁那年 投保了一份有储蓄和危责的保险计划 不幸地,他在50岁和65岁的时候 分别患上肺癌和心脏病 由于Patrick购买的保险计划 所覆盖的范围包括危责刹上 Patrick可以就每种疾病分别获得额外赔偿 去应付医疗费用 减轻他的财政负担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责的确令人气馁 但选择正确的治疗也是关键 所以,在市场上有些保险计划 更会提供医疗关顾服务 给到贴心的关怀外 还使用广阔的医院网络 顶尖的医疗专家 透过这项服务 顶尖的专科医生会详细审阅Patrick的病房 核实有关诊断 接着,还会和Patrick的医生 讨论他的个案和治疗选项 在整个过程中 还会有客户护理服务 一直为Patrick提供细心的支援 没有人可以预计到未来的日子是怎样 所以,我们更加要眉与纯迷 即使在不同的环境下 原有的生活质素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